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告诫希腊的各个城邦的城主们 因为呢 希腊需要你们的帮助 来发展这些城邦的文化 经济 以及军事 这样子呢 我们才会让希腊逐渐强大 成为这个世界领先的国家 好的 所以请大家城主们振作起来 努力的发展你们的城邦 可是呢 在发展城邦之前 必须要先帮我们的影片按赞 按分享 还有我们的频道要按订阅 这样子你才会成为希腊最棒的城主哦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发展希腊的城邦们 好的 那我们游戏开始的时候呢 先跟大家分别选一个国家的城邦来做你的角色 那总共有七种不同的城邦可以选哦 还有很漂亮的妹子 也有很粗壮的大叔 对 可以自己选 就有各种不同的能力 好 那如果说你们会打架的话呢 也可以就是有伟家先选或是猜拳决定之类的 好 那反正每个人就会得到一个城邦的角色 好 那像我拿的是雅典 雅典的话它的特殊能力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会得到三枚哲学标记 这个哲学token就是长了一本书的形状 好 那我一开始就会有三片 那其他人是没有的 好 那所以每个人其实的物资也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大家可以各自看就是第一个这个发展 第一个你的这个进展的程度来决定这样子 好 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 每个人还会有一副手牌 那这个手牌呢 大家长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你的颜色会不一样 就是根据你的我是蓝色 我就是蓝色的牌 然后会一个人呢 还会再抽五张这个政治卡 那这个政治卡的话 我们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可以直接抽 那如果说你有玩过 或是你觉得说你的能力还不错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用轮抽的方式 就是正常的游戏是会先轮抽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先选一张 然后再传给左边的玩家 然后每个人都是传一圈以后呢 你手上就会有五张卡片 这就是你得到的政治卡 好 这是其实要先做一些设定的地方 好 那我们游戏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的话呢 由这个第一个人来做起始玩家 那之后每一轮的时候呢 会往左手边传 大家会轮流当起始哦 那总共游戏呢 会进行九轮 九轮结束以后 分数最高的玩家就会获胜 那每一轮的时候呢 我们都有几个阶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辅助卡 有A B C D E F G 六个不同的阶段 好 那A阶段呢 就是我们会开一张我们的事件牌 那事件牌也是游戏一开始就会设定好的 总共会拿出九张 然后前两张是固定的 后面七张是随机的 好 那我们每个回合就会开一张 第一轮的时候呢 是急注 急注的话就是说 你的骰子数量 点数如果小于四的话呢 你可以得到一个哲学标记 可是它不会马上触发 这个是先打开来给你看 那在F阶段的时候才会触发它的效果 所以大家先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然后接下来 B 阶段是税收 税收的话就是看你这个税收的等级是多少 那就会得到相对应的金钱 例如说如果我在四的话呢 那我就会得到四块钱 好 就是 B 阶段就是大家各自领各自的钱 然后 C 的话呢 就是骰骰子 骰骰子的话 一开始我们会有两颗 那如果之后你的这个文化等级够高的话呢 你会得到三颗 对 可是一开始大家都是两颗 所以就骰两颗骰子 好 接下来是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话就是行动阶段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手牌 你要打出什么样子的行动 好 那我们有两颗骰子就是选两张 三颗骰子就是选三张 对 然后你的这个卡片呢 它有不同的效果 然后要注意的地方呢 是它的这个 左上角跟右上角都有写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的话呢 就是你骰子的点数 必须要超过它 你才可以打这张牌 所以这个1的话呢 一定打得出来 可是它最高有到6的 所以这个骰子一定要六点以上 你才可以打这张牌 不然就是你可以扣你的这个市名等级 去增加你骰子的点数 例如说我骰了5点 可是我想要打6 6点的牌 那我就是放5的骰子上去 然后再扣1点市名 这样子就会让你的骰子增加1点 你就可以打出这张牌了 好 可是市名的等级 如果扣到0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再扣了 所以大家要各自注意一下市名的这个等级 所以我两颗骰子我就选两张牌打出来 然后先盖着 大家全部都打完以后呢 我们才会数到3一起打开它 然后你要把骰子点数放在1张牌上面更放1个 然后这样打开的时候才知道说 你这个5点的骰子是要超过3的 所以说这张牌是没问题的 不用扣市名 那就会大家分别执行卡片上面的效果 那如果说是有顺序的话呢 就是由骰子玩家开始执行 那如果说大家的顺序没有什么差异的话呢 也可以大家一起执行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哦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阶段 接下来1阶段的时候呢 是进展阶段 进展阶段就是说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你的文化 经济或是军事往上提升一个等级 就自己图版上面的这三个选项 可以选一个加1 可是大家记住就是加的时候 你以后必须要付钱 因为你要提升你自己城邦的等级的话呢 就是要付出一些金钱来提升 提升的话要多少钱呢 就是看你图版上面的数字 如果我的文化从1加到2集的话呢 第2集下面有一个数字1 所以你就是要付1块钱 文化从2到3的话呢 3号下面写的是4 所以你2到3就要付4块 好这是要付的金钱 那你钱不够的话就没有办法提升了 那我们还会得到下面的好处 那下面如果有画一些符号的话呢 就是你提升到那个等级的时候 你会得到的好处 像这个文化3的下面有画一个税收1 所以你的税收就会往上加1 那到4的时候就会得到第三颗骰子 然后有的经济下面画的呢 是这个市民 所以你提升经济会得到一些市民 或者是分数 然后提升军事的话呢 会得到这个荣耀等级 所以说看你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你就是去去选择说你要增加什么 好这是我们的1阶段 接下来是F阶段 F阶段的话呢就是发生我们的事件 刚刚有讲说一开始开的事件卡上面 说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会在F阶段的时候发生 好接下来是G阶段 G阶段的话呢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成就可以达成 他每一轮的话呢都可以完成一些成就 那成就达成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一个我们颜色的 这个小方块放到我们达成的成就上面 成就总共有5种 第一个是得到10分 所以你的分数如果到10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成就了 然后第二个呢是你的市民有12等级 就等级到达12 第三个是说你的这个兵力到达6 然后第四个呢是说你的经济程度 提升到4等 第四级就可以得到这个经济成就 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说你打出来的这个政治卡 打出三张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成就了 好那如果说同一轮里面呢 有很多个人达成的话 就会把他们的token一起放上去 然后大家都会得到这个奖励 那如果说这一轮已经有一个人达成了 那很抱歉之后呢大家就无法再达成这个成就了 他是就是某一轮只要被达成过之后 这个成就就不算了 就没有人再可以去达成他了 好所以达成成就的话都可以选择说 你会增加一点荣耀或是增加一点税收 那个等级会往下提升 那你可以自己选你要荣耀还是要税收 可是如果是多数人一起达到这个成就的话 那就很抱歉大家都只能选税收 因为荣耀呢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只有你一个人达成这个成就 才可以选择增加荣耀哦 对这个荣耀是只能一人独得的 所以说会比较困难一点 所有的阶段就是A到G 每一轮都会执行一次 然后就进行下一轮 好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的手牌有哪些功能 首先呢需要一点骰子就可以打出来的有立法 立法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增加你的市民等级三级 所以就这样子往上加一二三 接下来呢你可以就是排库里面抽两张政治卡 然后选一张 选一张你要的留下来 然后不要的呢就塞到排库最底下去 这是我们的立法行动 然后第二张呢是我们一点骰子就可以做的是哲学 哲学的话很简单就是马上得到一个这个哲学token 哲学标记加1 OK非常简单 接下来第三个呢是骰子点数要两点的文化 文化的话也很简单 它就是增加你的分数用的 那分数几分呢就是看你的文化等级是多少 自己图板上面有 如果我的文化等级在4就会加4分 等级几就加几分 OK下一个呢是三点骰子的交易行动 交易行动的话呢是说你得到跟你的经济程度相等 然后再加1的钱 所以如果说我的经济等级在2 那加1就是3 所以我就会得到3块钱 就是一个拿钱的行动 然后呢你可以花5块钱去买一个知识 对什么是知识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 绿色粉红色跟蓝色的token 这些是我们的知识 那知识是很有用的东西 等一下再做介绍 所以呢5块钱是可以买一个知识 可是只能做一次喔 就是一次只能买一个 好这是我们的交易 下一个的话呢是均扩 好这个均扩呢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军事等级在几 就会增加你的兵力多少 例如说我的军事等级在5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增加我的兵力加5 好接下来呢你可以马上买一个殖民地 就是去攻打一个殖民地的意思 那殖民地的话在我们的图板上面都有 这每一个token呢都是一个殖民地 那要怎么购买它 怎么攻打它的话 就是看它旁边的图示 它如果写着1然后斜线2的话呢 就表示说你要2点兵力 你要拥有2点兵力 然后你要支付掉1点兵力 你才可以攻打它 如果说下面还有写钱的话就是DP DP有写的话就是你也会得到钱 像这个的话就是说它8斜线9 就是你必须要拥有9点比例 然后扣掉8点 这样你就可以攻打这个殖民地 然后还会得到6块钱 好那殖民地分成就是有桂冠跟没有桂冠的 这个是有差别的 那没有桂冠的话呢 它就是纯粹一个知识 那如果说是有桂冠的话呢 它就是可以当知识来做使用 而且呢游戏结束的时候 还会给你额外的计分 就是这种有桂冠的知识呢 乘以荣誉等级 就是你会额外得到的分数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多一点分数的话 可以就是去打这种有桂冠的 可是它相对的都是要付出的兵力也会比较高 然后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这个 这边有三个不同颜色的在一起的呢 它要15个兵力而且要付出15等 你才可以打这个殖民地 可是一打的话呢它是一次打三个 就你一次可以得到三个这个桂冠的Token 所以说是非常的值得的 就是算你要花15个兵力非常的多 可是一次可以得到三个哦 好 这是我们的购买 攻打殖民地的行动 好 下一个行动的话呢 是政治 它需要五点骰子 那就是说你刚刚手上不是有很多的政治牌吗 那如果说你打出这个政治的行动 你就可以从你手上的政治牌里面 选一张打出来 可是打出来也是需要一些条件的 它的条件呢都在它的这个左上角 左上角可以看到 那它有画一些符号 如果说是画了一个红色的水平的话呢 就表示说你的知识 必须要有一个这个红色的Token 你才可以把它给打出来 那不用弃掉 就是你只要拥有就可以了 这Token是不会弃掉的 它就是你的知识 OK 那如果说有很多个的话 就是你很多个都要符合 像这有三个竖琴绿色的标志的话 就是你必须要有三个绿色的Token 你才可以把它打出来 好 所以说有的比较困难 有的比较简单 那有的会还要花钱 像这个上面写着6DP 就是你还要花6块钱才能打它 它这个功能就会可能会比较强 像这种灰色卡片的话呢 就是游戏结束会给你额外加分的一些卡片 那如果是蓝色的话呢 它是永久效果的卡片 就是一些被动能力 所以之后你只要执行 有符合它的条件的话呢 它就会产生一些特殊效果 那如果是黄色的话呢 就是马上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上面这个闪电标记 就是说你会马上得到的意思 可是它只有一次性的效果 所以说你得到以后呢 它就失去它的功效了 就之后不会再有任何的用处 好所以卡片呢分成三种 那如果说你做这个政治行动 就是自己选一张把它给打出来 可是一定要符合它的条件喔 好那下一张呢 是要6点骰子才可以做的动作 叫做进步 进步的话呢非常的厉害 它就是你可以提升你的这个文明的等级 提升一级 对可是也必须要符合这个上面所写的条件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图板的下方 这个是你自己文明的进展的程度 那如果说你要到下一集的话呢 必须要符合它上面所画的标志 像我这个雅典在第二个等级的话呢 必须要有一个绿色跟一个红色 所以你的这个知识呢 一定要有一个绿色一个红色 你才可以到达下一个文明的等级 对这都很符合现实状况的条件 那这个就是提升你的一个发展的等级 就会执行这张卡片的效果 那一次只能提升一级哦 好这我讲完我们的卡片功能了 好那接下来九轮结束以后呢 我们就会进行游戏的最后计分 那最后计分的话很简单 只有三个地方会有分数 第一呢就是你的这个图板上面的分数鬼 有几分就是几分 就是你得到的分数 然后第二呢就是灰色的政治卡 刚刚有讲说灰色政治卡都是游戏结束的时候 会给你额外分数的 所以你就算说你每一张灰色的政治卡给你几分 你就把这个分数鬼往上加 然后第三点呢很简单 就是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荣誉等级乘以你有几个有桂冠的token 好例如说我有五个桂冠的token 然后我荣誉等级在4 那我就是5乘以4 就会得到20分 好这个分数可能会很高 所以说大家在游戏过程中就是 可以努力的增加你的荣誉 跟努力拿这些有桂冠的知识 就会让你的分数可以充得很快哦 好那我们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呢 就会是你最终的得分 得分最高的玩家就恭喜你 成为希腊最厉害的城邦咯 好那我自己觉得呢 这个游戏跟我一些喜欢的策略游戏很像 像是国家还有tta以及封地 那国家它像的地方就是 它本身的角色呢 就有各自的能力 像我们玩国家的时候呢 一开始也会选择一个国家 因为每个国家的角色能力都不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每个人的能力发展的能力不同 这一点还蛮像国家的 好那我另外一个觉得很像的游戏是tta 因为tta呢它也是就是发展自己国家的文明的一个游戏 可是呢tta跟国家它本身就有点类似 就是大概七成都是差不多的 可是呢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说 tta它出现的卡片是固定的 就是它每一场游戏呢都是这些卡片一定会出现 可是国家呢它的卡片就比较多 所以说你想要的牌这一场游戏里面不一定会出现 所以说会策略的变化性会更大 那tta的策略就是在于说它的卡片一定会出现 所以说你可以自己去规划说如果遇到那一张卡片的话 我要做什么 然后如果说它下一回合才会出现的话 那我要做些什么 对所以说两者的策略程度是不太一样的 那Police这个游戏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文明发展的游戏 不过它的策略性呢比较稍微简单一点点 因为它的游戏复杂程度没有那么的高 可是呢它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文明发展策略游戏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打牌的这个地方呢 跟封地还蛮像的 因为像封地这个游戏它也是说每个人都有一副手牌 然后你每一回合你要选择你要出哪些牌 就是跟这个Police有一点像 可是Police它的打牌的张数会比较少一点 它每一回合只能打两到三张 而且它要根据骰子的点数才能去打牌 那这个地方就是跟马可波罗有点类似 就是你骰子要够大才会比较好做事情 而且它用市民可以去增加骰子的点数 跟马可波罗就是用骆驼才能够增加骰子点数 这个地方也有点类似 所以如果你喜欢玩文明发展的策略游戏 然后又是喜欢那个手牌驱动的话呢 还蛮适合玩我们的Police喔 那如果说你喜欢玩Police的话呢 你玩到很入门了很上手了 那你可以去玩玩看我推荐的国家TTA还有封地喔 那我自己玩这个游戏的心得呢 虽然我没有玩完 可是我自己觉得说一开始轮抽的阶段还蛮重要的 就是跟农家乐一样 它是既然是要卡片轮抽的游戏 所以说这些卡片呢要配合你自己国家本身的能力来做一个搭配 就可以组成一些卡片的combo 对因为它每个国家发展的能力其实是差很多的 像我这个雅典它就是发展文化啊 还有那个政治为主 然后像如果是斯巴达的话就是发展军事能力 然后去打架就是跟别的国家打仗为主 所以说每个国家能力不同你选择的卡片呢 就会有所差异 那最好是可以搭配你本身国家的能力的卡片 会对你自己比较有帮助 例如说我是一个打政治牌 就会有一些好处的国家 那我就可能要选一些跟政治牌相关的能力 就是可能多抽一些政治牌啊 或者是打政治牌出来会有更多的好处之类的 这样会让你的国家发展的更加的顺利喔 对所以说它是一个还蛮吃就是角色理解能力的一个游戏 所以说你们其实变化性很大 因为它的角色很多 那你每一场就是玩不同的角色 你所需要的策略也会不一样 所以它其实还蛮耐玩的 就是你每个角色都玩一遍的话 就可以玩个七八遍了 对所以说还蛮推荐给大家这个Police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 如果你支持我的话呢 也拜托支持一下我的最新创作写真国语专辑 纯蜜 纯蜜呢已经发情了 那管你前来我的秘密基地桌的专卖店购买的话 还会加送你一盒桌有狼人真言喔 狼人真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阵营对抗游戏 如果你喜欢玩狼人杀或是阿瓦隆之类的都非常的适合 而且它比较简单就是你们只要猜出那个咒语是什么 就可以让狼人跳出来杀先知 杀对的话狼人就赢了 那如果说你们猜不到咒语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联合起来抓出狼人是谁 这样子抓到的话呢村民就获胜了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简单要猜咒语 然后再抓角色的一个游戏 那跟着我的专辑呢价钱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是买一送一的大优惠喔 希望大家都可以前来购买 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前来的话呢 在全省各大唱片行或者是网路上面都可以购买喔 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专辑的话呢 跟你介绍一下里面总共有十首歌曲 十首歌曲里面有五首是我自己的歌词创作 而且后面都有附赠就是歌词以及我的创作心得 还有我从小到大 从事演艺圈相关事业的一些心得还有经历分享喔 然后前面还有附赠160页彩色的写真集 非常的精彩 因为总共有二三十套不同的造型 而且很多造型都是我亲手设计的喔 希望大家会喜欢 就是在听歌的时候呢 还可以看一下就是漂亮的照片 或是如果说你喜欢我的MV的话 可以上网搜寻纯蜜李蜜MV 就可以找到了总共有六首歌不同的MV喔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MV里面 精彩的歌舞表演以及戏剧的演出 好谢谢大家 我是蜜基地的李蜜 大家拜拜 拜拜 你最美好的安排 嘿 晚安 虽是思念是自然而然 在梦里找寻你这心间 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 谁能代替你这个无双蓝脸 Never forget to always find you Never forget to always miss you Never forget to always thank you Never forget to always believe in you Never forget Never forget I love you forever I love you forever Loving you Praising you And trusting you And trusting you 每天每夜 每分每秒都不忘记 Remember you stopped my sorrow Remember you stopped my sorrow Remember you stopped my horror Remember you stopped my horror Oh tears Oh tears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Remember Just remember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forever Ever